大家好,我是小凡乒乓四年工 今天给大家介绍就是 长焦反手锦这个技术 其实锦它主要是给求一个测向摩擦 这个测向摩擦它是非常 对于算害率来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没有泄力 其实这个测向摩擦 是在长焦来说是最好的一个泄力方式 我前面介绍过反手科 然后这种科 其实我都有一个 稍微有点 就是说到最后有个锦的动作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到视频 所以锦是泄力的一个 就是测向摩擦是泄力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所以呢 这个锦呢 它这个从右到左的摩擦呢 也是接上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比如说对方拉个上去 我特别算我接住了怎么办 我就可以挤 对吧 不过给它摩擦 然后把它里面卸掉 所以我觉得挤是对付少年球的一个 有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我挤一点 带大家看一下 那这挤呢 就我们拍起来的规矩 来球吧 来球就是越上前 我可以拍起来越样 当然不能压太多 当然不能压太多 我们就可能上前比较多 可以挤他的球的中上步 当然我们还是去抢球的7.7 比较好 就是同右往左摩擦的距离要强一点 这样的话 就是挤过去越短 通常我们都是一般挤对方的反省 这样的话 对手不太好 直接进攻 而挤过去以后呢 他觉得还快弯了 而且比较低 所以对手比较难受 当然我前面有讲过 就是长焦 苏着山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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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 侧拳会更强烈 所以我们这人挤一个 做侧拳球 是更有效的 这样一挤过去 他那个 做侧拳也非常强 然后又往前走 然后 还滚 然后 这个还是挺有效的 如果有效的防御 对方的一个 就是 上去